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数昨天64个人跟前天比又增加了一些上来 当然马来西亚方面4月1号就是在后天将会重开国门 因为也是要聘经济 之前封锁国门当然经济上是有蛮多的损失 那么全球方面今天确诊190万4814个人 全球死亡今天又多了5274个人 BA.2变种现在在欧美来势汹汹 恐怕会引起新一波的疫情高峰 所以马股方面今天是不错了 上涨的counter521个下跌的430个 然后中国的股市今天也不错了 他们的A50指数今天起了3.1% 他的深圳指数也起了一个3.1% 手马股方面今天一些科技股是有起一些上来 像迈EG起了4.1% Gratech也起了5% 然后今天手套板块是有起一些咯 像Turt Glove起了3.8% Supermax3.5% 原因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BA.2这一波来势汹汹汹 在欧美的国家 然后Tankor今天也起了11.3% 他们把他的NOTS做一个conversion convert了2227万个新股 然后Nilex今天也起了12.5% 他们之前已经把很多业务注入在 Encom这一家公司了 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s Topic 又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是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来到今天相当多选股 回头还是不错的 像Aion也起了2.7% 收在1.5毛半 他最新业绩转亏为盈 之前选他8毛钱也派了股息1.5分 这一年7个多月也是有96%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4年 然后Aport今天起了7.8% 收在6.9毛半 最新业绩也是亏少了一些 之前选他4.3% 这一年5个多月也是有62%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3年 Cortra起了3分 收在4.18% 注意新业绩 YOY进步331% 之前选他是2.4也派了股息16.5分 这9个多月也是有81%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4年 当然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也不说了 所以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和很多著名的投资家 当中最出名的当事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是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首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们会去研究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公司董事局的成员的背景 很重要 他们必须是行业里面领先的人才 然后公司未来利润潜能要大 才能不停的成长 资产负债标要稳健 不能像恒大这样子 负债累累 然后现金流当然很重要 一家好的公司 他会从他的运营当中 不停让现金流进他的公司 然后股息的派发 也是体现一家公司 有没有照顾小股东的权益 等等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所以要强调 这绝对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 suggest 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如果疫情比较受控 如果全球经济复苏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其实你赚钱的机会也是挺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发现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发现号码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然后来间跟大家调调咯 因为今天其实马股还有一个主题 就是航空相关的板块 今天都有一些斩货了 像该说的这个大马机场等等 航空相关概念股今天都起了上来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4月1号 马来西亚要重开国门 促进这个旅游业的这个复苏了 OK 所以航空相关股当然消息面 刺激到今天起了上来 首先要跟大家调调啊 这一家公司 当然改了一个名字啊 就是Capital A Brahad 它的cord是Capital A 之前啊 它的名字就是大家所熟悉的A Asia 所以为什么改一个名字 改成A资本 可能啊 它就要让大家 摆脱对它固有以为 只是个航空公司的印象 因为它现在也就是有很多 非航空相关的业务 所以改了一个Capital A的名字啊 我觉得它就是要让大家来重新认识它 它不止只有航空的业务 它非航空的业务啊 现在也是越做越大了 OK 他们当然也记忆厚望 所以今天航空股 航空概念的股都起了上来 它说今天它一天飙了10.3% 是有一点疯狂 成交量非常的大 收在75分的价位 看回20年10月份啊 它的股价那时候只有55分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股价从55分啊 飙到今天75分 飙了一个36% OK 很不错了啦 因为其实这家公司 Capital A 它已经连续亏了10个季度 OK 虽然你会看到 很多新闻报道没有去强调啦 但是它确实 它其实已经连续亏了10个季度 OK 亏了那么多季度啊 但是没有阻碍 它的股价的爆发 这一年多还是飙了36% 这种账幅 其他公司 可能你都要等上两年才会有 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市值marketcap29亿 注意行业绩2月28号出炉 YOY进步64% 就是说对比去年 它是亏少了一些的 因为它的收入 revenue啊 跟去年比是增加蛮多上来 但无论如何 它这个季度啊 还是亏了一个8.8亿了 OK 还是亏钱 那么好 这一家公司它的业务啊 所当然是像AASIA 就是载人航空之外 它当然也是有做物流 logistic 包括像A-Cargo 航空的运输 然后它本身有 Super App 就是他们最近一直在强调 因为他们强调Super App 就是很多人已经下载了 很多人在用 然后它Super App 近年来有新的功能 就是电招车 OK 它的对手当然是像Grab 这一些 因为其实 马来西亚的电招车行业 是有 我上网看 是有40多家 OK 但是 当然大部分 大部分大家都不是非常的熟悉 可能Grab是其中一个老大哥 大家最知道他的一个知名度 当然AASIA 他推出自己的电炒车 就是AASIA RIDE 如果没有错的话 然后吉隆坡那边是当然是先推出 然后据说现在也有非常多一个司机的群在支撑着这个业务 当然除了电招车 当然它还有可能也是像Uber Eats 这些Grab Food Food Panda之类那个叫食物的 再送食物的 然后它本身还有Travel的功能 里面你也可以 当然除了订机票 它除了可以订自己AASIA的机票 然后一些AASIA没有cover到的航线 你也可以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 然后你也可以做Hotel的booking 很多功能就对了 OK这个Super App 他们当然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来推动 然后他们还有BitPair OK BitPair就有点像这个电子钱包 OK 把它除了电子钱包之外 它有给你一张卡 有些像Debit Card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功能 当然BitPair未来 他们可能比较长远 他们是要做一个数字银行相关的业务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除了航空业之外 它其他非航空的业务 他们也是推了 也是丢了蛮多减轻器的 做投资的 OK 所以这就是Capital A他们主要的一个业务 所以最近你看新闻 你可以看到Capital A 它是有提起诽谤的诉讼 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闻网站 一个新闻机构就做了一篇报导 就说其实因为之前这个Capital A 他们是要去生产一个 他们是要去申请一个5亿 5亿这个马币的一个贷款 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 当然过后他们在3月10号 他们就宣布说他们 他们不再追求这个5亿的一个贷款了 那么这个新闻机构 之前就做了一篇新闻 就说他们之前申请这个5亿的这个贷款 就是因为有一个叫做 Dansri Nazir Razak的人 他做了这个Bank Ben Bangunan Malaysia的Chairman之后 这个5亿的贷款那时候才能够Approve 给这个Capital A这家公司 那么Capital A就是针对着 这篇新闻稿来说他诽谤 因为按照Capital A他们的说法 就是他们之前被批准这个5亿的贷款 不是靠关系的 不是靠这位Dansri 他做了Chairman之后才会得到 完全是因为他们凭着本身公司的实力 他们的财务的状况 他们的前景各方面 他们是凭着真财实料 拿到这个5亿的这个lawn 所以这个新闻出来 说他们是靠关系才拿到的话 当然他们说这是诽谤 就是对公司一个恶意的攻击 所以他们就提出官司的诉讼 不过后来当然这个5亿的lawn 到最后还是没有发放出去 因为根据我在网上看到的 就是说他们这个lawn 5亿贷款是要有一个guarantor 一个担保人在那边 然后好像是他们找不到人来做guarantor 之前有人说要请这个Capital A里面的两位大老板 来做guarantor 可能种种原因就做不到 然后再加上也是会不会只是这个原因 还是其他原因过后啊 然后这个5亿的lawn 就到最后是没有发放的 然后他们在3月10号的时候啊 他们就不再要不再要来申请 这个5亿的这个lawn 因为毕竟他们之前也 ok他们毕竟之前也是筹到了 过去两年啊 他们好像也是有筹到 蛮多亿的这个贷款了 ok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 再加上最近 航空业是有所复苏了 ok他们尤其是AAQ 他们的载人航空的业务 现金流那一块啊 是有一些改善的 ok 所以可能到最后他们觉得说 我们不再需要了这个5亿的这个贷款 ok 这就是最近的新闻了 ok他们提出这个诽谤的诉讼 来针对那家新闻的机构 好我们来看 这个2月份注意新的业绩啊 就是4th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so why all why 刚才说了 他的revenue收入暴增了 暴增了167% 去年只有2.7亿 把来到今年是7.2亿啦 收入增加了非常多 因为在这个第四季度啊 这个旅游啊 当然特别是国内 马来西亚的旅游 就啊开始放松了啊 种种的限制 然后这个季度 他的飞机的lock factor啊 也是有提升啊 13% YOY 增加到80% 就说他的飞机比较 啊债满人啊 平均有80% 不像之前啊 疫情严重的时候 可能他的飞机是空空啊 没有债人的 当然就亏本啊 那时候 然后这个季度 他的机位的capacity啊 他们提供了340万个啊 机位 也是啊 有所提高 然后这个季度 他们总共债了乘客啊 啊 270万个乘客 OK 是有增加 载了更多人在这个季度 然后ASK啊 OK ASK一个衡量啊 飞机飞多元的一个单位 也是这个季度 YOY增加了72% 再加上啊 马来西亚推出啊 这个 quarantine free的这个旅游的泡泡 OK 就是啊 不需要隔离的旅游的泡泡的推出啊 也造成这个航空业demand啊 有所复属在啊 这个季度 啊 然后当然很多旅游travel的restriction啊 都开始啊 放松了在这个季度 再加上去年年底 就是啊 圣诞节啊 OK 圣诞节 跟这个2022年新年的来到 啊 种种的假期啊 当然也是可能 很多人去年年底year end 要clear掉他们的这个啊 lift啊 他们的这个假期 都啊 可能坐飞机咯 去啊 其他地方玩啊 还是怎样啊 放松 也是推高了demand 然后在这个季度 那些啊 传统比较高demand的一些啊 航线啊 他们的飞机的frequencies 他们在那些demand 比较高的航线啊 比方说可能KL啊 飞到其他地方国内的航线 这些航班啊 他们也是有所增加了 OK so啊 当你增加上来的话 你所在的人 啊 你的sales当然就啊 增加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种种原因 它的revenue啊 收入YOY 对比去年来说 是暴增上来的 OK 所以就造成 YOY 对比去年的话 他们的核心啊 亏损啊 也是啊 就减少下来了 因为啊 去年的季度 亏了20.1亿 来到今年啊 核心亏损 亏了一个9.1亿了 OK 还是亏钱 不过啊 有所减少 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今年他们在啊 成本管控方面 也是做到比较好 OK 对比去年咯 一些成本啊 是省了下来的 然后啊 我们来看它 个别的部门啊 那么它的 Teleport 物流的部门 这个revenue 收入 YOY 增加274% 原因是今年啊 它的 Cargo Network 它的这个 航空的这个网络 是有所成长 OK 它整个network 然后它的 Operating Profit 也终于 开始赚钱了 它的 Teleport的部门 因为它的 Margins 这个利润率 也是有所提高 然后它整个 这个网络啊 飞行路线 都有所 优化在 这个季度 然后它另外一个 有趣的部门 就刚才说的 Super App OK 我看到新闻 当然它们是雄心壮志 单单 电招车 那个部分啊 它们说放眼 5年后 它们要 跟Grab 来一个 比一个高下 OK 那目前Grab 可能是国内 领先的一个 电招车 把它们 放出豪远 就是它们的 A Asia Ride 要跟Grab 来竞争 在这个 它们放眼 5年之后 可能它们要成为 领先的一个 电招车 OK 所以5年后 我们就知道了 这句话到底 是真是假 OK 无论如何 它的Super App Revenue收入 确实是有增加 YOY增加了51% 然后这个季度 它Super App的 Operating Profit 也终于赚了 890万 OK 赚了890万 Operating Profit 对比上个季度 Third Quarter 它Super App 是Operating Loss 亏了一个 7千万 在那边的 所以它的Super App 表现是不错的 这个季度 QOQ 也是 终于 Operating Profit 赚钱的 那么 至于 整个集团 QOQ 来说 按季来说的话 它的Revenue 收入 也增加 140% 从第三季度 只有3亿的收入 增加到 这个第四季度 7.2亿 所以它的收入 是增加 是真的增加蛮多的 OK Capital A 这个集团 那么一整年来说 就是Financial 21年 它一整年 它的核心 净亏损 当然就减少了 因为去年 一整年 是亏了43亿 本来到今年 它只是亏了 一个29亿 在那边 亏损是有所减少的 OK 走展望未来 当然 我是读了一些 分析师的报告 是可以看到 一些分析师 就觉得说 它在 Financial Final 22年 就会开始赚钱 OK 一些分析师觉得 它在 Financial 22年 这个新的财政年 Capital A 就可以开始赚钱了 当然 每个人 不同的看法 OK 我个人是觉得 Capital A 它毕竟 亏了10个季度 当然 我的看法 可能比较保守 OK 我是觉得 它或许 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够赚钱 OK 纯粹是个人的想法 因为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毕竟 这家公司 OK 它今天的成交量 也是相当巨大的 所以 总的来讲 我觉得Capital A 不错了 它的股价 能够hold到现在 在特别 连续亏了10个季度的情形之下 它竟然一年多 它的股价还是飙了36% 当然我知道 这种表现是让一些人 跌破眼镜 这是肯定的 因为之前 你可以看到 之前之前的时候 一些分析师 还给了非常悲观的 Target Price set到很低 当然到了现在 它们都纷纷掉高了 OK So 它是YOY 进步64% 亏损是亏少 那么来临5月份的展望 OK 5月份 我觉得它应该 当然个人想法 我觉得它应该还是亏钱的 除非是说 它的revenue收入 真的能够暴涨到上来 抵消到它的那些开销之后 剩下来的profit是 positif的 它才能赚钱 OK 简单的道理 当然我知道 现在毕竟4月1号 重开国门 很多人就变成乐观起来了 OK 觉得随着国内旅游的复苏 航空业 飞机又开始飞之后 那么或许 当然 有利来讲是肯定有利 OK 这是肯定的 因为如果飞机 飞更多 更多班次 它的lock factor提高的话 那么当然它的收入就会增加了 然后连带它其它非航空相关的业务 也是会有影响 OK 正面的影响都会有所带动上来的 so 当然 目前它的股价 其实五分 高还是低 当然是 见仁见智 OK 这个是肯定的 so 聊了那么一些 还是要 disclaimer 最重要 就是 拿四个字 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 买卖支付 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当初一号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